嗨,大家好,我是Kevin 问各位,你身边是否有很多人 月收入可能是你的两三倍以上 可是你问他们,你很富有吗? 他们却拼命摇着头说 还不够啊,我还要继续努力赚钱加班 或者是当我们看到身边朋友换新车 或是买了新房 非常的羡慕他们 跟他们虚心求教说 如何成功办到的 他们也说养房很辛苦啊 投期款要付,车子贷款 维修车费用很贵啊 为什么会这样呢? 在我们普通人眼里 以为他们都应该算富有了 为什么会一丝一毫感受不到到 快接近有钱人的感觉呢? 很简单啊,毫不夸张的讲 最近啊,我看到一本书 叫做富有的习惯 才发现原来真正富有的人 都有这些好的习惯 如果你想成为富人 你一定要为这部影片点赞 以确保以后忘记 还是可以从播放列表 找回这部影片 并且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后 我保证你内功绝对从上档次提升为靠谱的 顺便一提,这个频道主要分享理财提升自我的 如果你不想错过免费讯息 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也祝福为这部影片点赞的兄弟及妹们 早日达到财富自由 好的 好了,那么什么是富有的习惯? 作者Thomas Corey 是一个美国会计师 花费了5年的时间研究了233位白手起家的富翁 还有128位穷人的日常生活习惯 然后他得出了一个结果 就是所有的习惯都是可以培养和改变的 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百万富翁的 重点在于你是否愿意为目标而改变 并且养成这些好的习惯 那么是哪几个富有的好习惯呢? 1.经常阅读 这本书提到80%的富人都会经常阅读 每天最少30分钟 但不是什么书都看的 大部分阅读的是自我提升 自学内容为主 都是以知识为主 根据研究 有钱人更偏向于阅读三种类型书籍 成功人士自传 历史书 还有个人学养的这三种书 2.坚持30分钟有养运动 平常你是否养成运动的习惯呢? 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习惯早起运动的 著名篮球运动员Coby Bryant 特意退役之前 每天凌晨4点之前跑到球馆训练 那一句你见过凌晨4点的洛杉矶吗? 也成为Coby的左右铭 香港首富李嘉诚 大家也都应该知道这一位 他也是早上4点起床 听新闻打一个半小时的高尔夫球 在8点前到办公室工作 所有的富人都是有有氧运动居多 不只是锻炼身体 对大脑也有帮助 简单来说 如果你每天早起一个小时 一个月就比别人多了30个小时 3.喜欢结交其他成功的人士 一个人如果是乐观正面的 就会结交一样的热情的人做朋友 那如果一个人是充满负能量的人 那身边朋友一定也是负能量的 物以类聚 而这些人都会让你离成功越来越远 让自己保持心态积极的人 是非常重要的 4.富人追求自己的目标与梦想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星爷的一部电影呢 有一句经典台词 如果一个人没有梦想 那跟咸语有什么分别呢 当你专注自己的目标 还有梦想的时候 会让你带来产生幸福感 成就感 当你时间累积下来 会带来给你大量的财富 5.坚持早起三个小时 研究发现 有超过一半的白手起家的百万富翁 都是提早起床的 这是因为富人为了应付日常的一些突发状况 例如刚好车祸 大塞车 或者是车子抛锚 等等的之类 都会影响到你一整天工作下来的情形 会改变我们的潜意识 到最后你会觉得自己没有掌握住自己的节奏而失控 当你早上六点起床 完成你工作中最重要的三件事后 你会感受到重新掌握人生的生活 你们是否在生活中有尝试过呢 6.富有有多种收入来源 一位百万富翁不可能只靠一种收入来源 作者研究后发现有65%的富人 在赚到第一桶一百万之前 都至少三种收入来源 最常见的就是房地产租金收入 股票投资 还有副业等等 7.富人有自己的导师 我们人在一生中每个阶段都需要不同的导师 而且是要成绩的导师 而不是纸上谈兵的 例如罗伯特的亲戚 他具有一个很好的富爸爸导师 你将会更快累积财富 好的导师 他会引导到你正确对的方向 就像富爸爸说的 千万不要为了钱工作 而是要钱为你工作 什么时候该调整 他们也会很乐意愿意的分享经验给你 就算你失败了 你也是往前踏一大步 迈向成功之路了 这些都是会让你节省很多时间 大到字简就是让你的成功速度更快 8.积极的人生态度 只有积极向上的人才获得长期的成功 但是却有很多人无法分辨 自己是积极的还是负面消极的 有时候你可以找一个夜晚一个人静下来思考一下 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 当你冷静下来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自己潜意识的想法 你会发现日常生活中遇到琐碎的事情 想法都是消极的 当你发现时候 才可以去改变他的转成积极的态度 9.不随波逐流 成功的人是会创造自己的圈子的 并且把志同道的人拉进来 努力不让人自己太突出 不想让人看起来跟别人不一样 但是我们要知道 无法让自己和别人区分开来 这是绝大部分人无法成功的原因 作者是这样说的 你需要自己的突出 创造自己的圈子 让别人来加入你 而不是去迎合别人讨好别人 10.富人愿意听不同的意见 我相信在职场上或是朋友上 很多人都害怕被同事主管批评 很少向别人询问反馈 反馈中得到的 不管是称赞还是批评 都是让我们自我成长的关键 而财富也会随着你不断的成长增加 所以想要成长 就要懂得聆听不同的声音 能听懂了吗 了解自己有哪些地方不够好 需要赶紧的 我相信你的人生也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富有 好的 以上就是我分享富有的习惯这本书 有什么疑问可以给我留言 只要你们能够在我今天说的那种里面 让生活上过得更好一些 我就心满意足了 那么如果你不想错过任何知识 自我提升而达到财务自由的免费讯息 我还是呼吁你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小铃铛 然后无私的把影片分享出去 我真心祝福兄弟及妹们能够达到财务自由 好的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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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